最近有一个国家的股市被形容说开了挂 开了外挂 无论COVID-19的疫情如何如何的严重 它的疫情导致它如何如何的失衡遍野 它的股市就是一路的往上涨 甚至在各国都酝酿要用升息来压抑通膨的状况底下 这个国家还有余裕可以降息来刺激经济 这个非常神奇的市场就是印度 印度股市今年来累计大涨了21.44% 是今年以来涨幅最大的全球的大型股市 而美国的投资银行高盛更预估 三年之后的印度将会成为全世界第五大股市 印度市场接下来的前景在哪 过去为什么它可以无惧于COVID-19的疫情恶化不断的上扬呢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我们就带您一块来看 我们首先呢先要带大家来看看印度股市 大家看看曲线图一路向上 而且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专家预估 它可能这还不是高点 接下来还很有可能继续走它的牛市 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凭什么了 印度股市呢其实非常的奇妙 它是一个现在全世界应该唯一还可以降息的国家 因为它的通膨其实状况很OK 所以它五月份还降息了一次 五月份大家还记得印度的疫情真的是来到一个高峰 所以呢印度的这个政府它必须要救市 所以它继续的降息 然后呢到了第二季呢 我们看到走出阴霾的印度呢 它的经济成长率创了一个不得了的高点 它的经济成长率呢是20.1% 然后你如果看各项的经济数据 包括它制造业的景气回温啊 然后呢它这个接下来 INF预估今年的这个印度它的经济成长率呢 甚至很可能会超越中国 他们预估说今年印度的GDP可能有10% 然后这个中国可能是8.1% 所以呢如果你以经济数据来看 印度市场是被看好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印度呢因为疫情 所以呢导致他们的散户人数大增 跟全世界都一样 大家待在家里头很无聊嘛 很无聊就手机拿起来 就开始买股票下单 所以呢这个印度的散户啊 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暴增了大约有一倍吧 大家都在买股投资股市 所以呢也推升了整个印度市场 再加上呢这个钱来了 所以有非常多的新创产业独角兽 都开始IPO了 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高盛证券呢认为 他在三年之后会超越英国 超越中东 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五大的市场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印度市场 他未来的前景在哪里 你说最近啊 像中国市场恒大危机啊 会不会冲击到印度呢 很多分析师就讲了 他说没有 印度市场跟中国市场 经常是各走各的路 他们常常走势是完全分歧的 所以当中国市场 我们看到北京 在很多的一些产业当中 出众手要整顿的同时 多多少少受到冲袭嘛 这个中国市场 还包括了外溢出去 像很多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跟着动道 但印度市场好像不动如山 因为印度市场 它主要的一些成分 就是内需的消费的制药的相关类股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恒大 这种房地产 它没有什么金融的 它也没有什么大的 基本上就是一些内需消费 观光相关的题材 在印度股市当中的成分 也因此呢 当全世界的市场动荡的同时 很多分析师就建议了 同志人可以部分的 把你的一些资金调度 分配到印度市场 或许可以是一个资金的避风港 救护车不断传缩 焚化如一刻也不融化 印度疫情 五月份曾是全球最严重的国家 经济一度面临严重萎缩 但自从三月以来 印度股市却一路飙升 印度梦买证券交易所 最具指标的市场指数 Sensex 2021年1到9月 已经累计大涨21.44% 是这段时间以来 全球涨幅最大的大型股市 投资人似乎无视 印度水深火热的疫情 转而关注政府和央行的动作 为让印度从疫情 离找中脱身 印度总理莫迪政府 持续祭出经济刺激措施 除了有助于印度经济的复苏 也有望帮助印度经济改革的推动 5月份印度央行更将基准利率 下调40个基点 降到4% 撑了20年以来 印度最低利率水准 专家更预测 印度短期内 依旧会采取货币宽松政策 印度银行存款和其他储蓄的 报酬率降低 收资进场股市的散户跟着大增 根据市场监管机关统计 简直3月散户账户数量爆量 增加了大约35% 达到5500万 各类初创企业2021这几个月来 甚至已经募得了100亿美元 直接超过了前三年资金的总和 随着这些初创公司公开上市 美国投行高盛进一步估计 印度股市总值会从2021年的3.5兆美元 增加到2024的5兆美金 届时有望超越英国和中东 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 不少专家分析 由于印度股指成分股大多以内需消费 或软体出口公司为主 因此不太会遭受周遭市场动荡的影响 即使中国近期高压监管自家的科技巨头 却丝毫也没有让印度受挫 全因为印度股市几乎是独立门户 和其他国家的股市牵绊叫手 进几年不断高喊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 金融 公用事业 工业和非必须消费平固 成了印度Sensex指数最大支撑 和他国少有牵连 有数据显示印股Sensex和中国胜户的关联 仅0.04 台股韩股分别只有0.16和0.25 若越接近1就是市场步调一致 但各个都逼近于0 代表印股有别于其他亚洲市场 几乎是走着自己的路 在疫情笼罩之下 印度经济最近也凭借着一己之力 触底反弹 在制造业和银件业的助攻下 2021年第二季 印度经济成长率高达20.1% 创下时尚最高纪录 大大抵消了2020年同期萎缩的24.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估 2021一整年印度GDP成长率 虽然近期已从12.5%下降到9.5% 但随着印度疫情逐渐缓和 股市底气十足 印度经济前景仍一片看好 三立新闻撤了不到